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看本日最發燒的幾則新聞 今天列出了七條 第一個是鳳梨罐頭委託泰國代工 台湯跟鳳梨有啥關係 因為那個鳳梨罐頭加很多糖 來 王定義財產申報 爺雲監察院說絕對沒有誤處 所以我才說王定義最近事情很多 去拜拜 木桃一家七口都染疫 全部都康復出院囉 陳時中跟王必勝跑去探視 這個還滿暖的 因為他相信這個護理師 他的心理壓力是大的 現在全家都好了 恭喜恭喜 第四個是中國攻擊就要付出代價 越南在南沙群島鞏固防禦 第五個行政院修法減刑 種大麻跟販毒情節不同 這起因是因為有人去釋憲等等 就是你自己種大麻 但是你沒有要去販售 只是自用或者是觀賞 那個行度會不一樣 第六個是紅豆湯餐毒品信心惡狼害 一個女生永久癱瘡 差點死亡 第七個行政院你修房地合一稅 兩年內買賣課稅45% 這叫打炒房 這已經是半年來第二度出手打炒房 不知道會不會有用 希望有用 因為很多年輕人希望可以買房子 但是我們要提到第一個鳳梨 為什麼要特別提鳳梨 是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奧運啊 今年的奧運東京奧運 會多出一個隊 這個隊是什麼隊 鳳梨芒果火龍果 台灣隊 水果組成一隊 已經獲得了奧運的認可 可以在他們這個奧運選手村裡面 給奧運選手吃 這件事情很棒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奧運選手都是最高最嚴格的標準 然後再加上又是日本東京 所以我們的鳳梨根本就可以進去日本 可以最高等級給奧運選手 結果中國說不行 有戒殼蟲 笑死人了 是不是 就算你吃消好的這些水果 鳳梨也不會吃到戒殼蟲 戒殼蟲是 戒殼蟲到底是 政治戒殼上市 並不是真的戒殼蟲 因為戒殼蟲就跟台灣 前兩年進口 開始可以進口泰國的山竹一樣 我們前年不能進去山竹 也是因為這些蟲害 後來徵勋過 就好了 就說吃一個就好了 外面就吃掉了 中國是找藉口 因為鳳梨是台灣出口中國的水果 排名第一 對 排名第一 然後所以它相對依賴度高 我們出口的鳳梨九成都給中國 可是因為東京奧運這個事情 就是中國除了進了台灣的鳳梨之外 那其實它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它現在跟國際奧會已經講好了 去參加東京奧運的奧運選手 都要打中國疫苗 所以其實中國的這個疫苗的這個攻勢 哇 看起來很凌厲 要介入日本內政 那日本後來就嚇死了 日本就說沒有跟我們日本商量 所以現在看起來中國的疫苗這件事情會 我坦白講 日本為了要辦奧運 某種程度它自己跟中國綁太近 在去年還沒有決定中京奧運要取消之前 它就為了要討好中國 讓中國不要杯葛 所以它把它的那個入境的那個封關 沿得很後面 就一發不可收拾 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所以日本它跟台灣友好 這個沒有問題 但它對中國它那個政府跟官僚 體系的那個保守 造成它今天的苦果 那去年我就可以弄你 我今年當然繼續弄你嘛 看你日本買不買單啊 那會不會變成 不太有人想去參加東京奧運 那些選手 日本的民意多數是認為賣班啊 不然你竟出了2034 還是撐去它後面 它也卡死自己啦 那相當程度也是中國害他們這個樣子 可是某種程度 中國用他們的疫苗去打通各個的 哇 全世界還要主宰世界 我猜是這樣 如果萬一國家委會也同意的話 他們可能就打兩種嘛 就是在中國的打一下 甚至做假的那個 可以打兩種 就打別的啊 因為不互吃啊 你可以喝紅酒又喝白酒啊 白酒有效 紅酒沒效你也不知道啊 真的 是這樣嗎 都好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啦 中國的 他勢必會用各種的可能性和力道 去推銷他的事情 然後讓他在國際的地位上面 擁有那個喊牌 叫牌 然後主導的那個地位 現在已經著眼在奧運選手 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要為奧運選手 致上無限的祝福 沒有 我在想印度可能會跳出來 因為印度也很喜歡跟中國有比 對 印度本身也生產很多疫苗 對 像AZ這些他都有被授權生產 所以像韓國也被授權生產 對 所以他搞不好到時候 到時候你不曉得怎麼樣 還有一個 就中國疫苗的問題 有一次我遇到那個 衛福部的官員 問說到底中國疫苗怎麼樣 那個是22月的時候的事情 過完年後 我記得那時候衛福部官員跟我講說 以賽爾維亞為例 賽爾維亞幾乎都是打中國的疫苗 對 他們打了那麼多 他說他那一天看到的 就是7天跟10天的一個數據吧 那個確診病例數沒有掉下來 那這就很麻煩 到底是打了什麼啊 對 就是說你打的是科興疫苗 可是這到底所有的其他疫苗 你大概經過這段時間 就知道說打了以後 多少確診病例數會往下降 然後降的幅度 每個國家不一樣 可是賽爾維亞覺得沒有動 就一樣啊 一條直線 這個 那有打可以打一樣啊 對 就不知道有沒有用 好那如果有沒有用這個時候 那日本敢 敢讓這些人進來嗎 這些選手打了中國疫苗之後 你怎麼去判斷 對 你怎麼辦 因為例如也說 那個中國疫苗防護力有11% 有30% 是 11%那我幹嘛打 對 那真的很混亂啊 沒有 安慰機都不會這樣